卫福部统计,散布而设性私密的影像,今年上半年就有165件通报案件,而其中半数遭到外流。影像来源,有4成6是儿童少年自己拍摄的。 科技日新月异,儿童青少年使用智慧型手机拍照,通过通讯软体分享生活相当普及,不过日前有一名国三女生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网友,还被网友诱骗拍摄私密照片,并在网络上散布,让她相当后悔。 根据卫福部统计,今年上半年各县市政府受理拍摄散布而设性私密影像,总共有165件通报案件,其中有半数84件遭到外流。 而外流者的身份包括同学、网友、男友或前男友等,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被外流的影像来源,有4成6是儿童青少年自己拍摄的。 这一类型的孩子,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,就是人际上的需求,然后家人关怀不够的这种需求。 第一次被查获,我们是处新台币1万以上,10万以下的罚缓,那如果第二次被查获到了,我们是处2万以上,20万以下的罚金。 卫福部提醒,使用3C产品要懂得自我保护,而警政署也强调,如果引诱儿少自拍性私密影像,最高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,得病科100万以下罚金。 如果是下载或是持有,最高也可处20万以下罚金,千万不要以身试法。 记者大学名,讲东乡,泰国董。